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小区 刚才我们在过路上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小区的大门 这个汤号是物业不大 只有48个单位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listing 那么这个小区呢 OK 这就是小区的名字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都是这样的一个三层的 一般底下都是一个车库 三层的 那我们这个房子呢 这边是mailbox的地方 就这样一个 非常安静不大 物业费也特别低 只有276块 这个listing这个楼在后面 也不会炒 六号单位 那屋主正在搬东西 然后它是个corner 后面呢 没有影视特别好 没有任何人也不能走过去 所以它在这 好我们一会儿呢 到里头来看 这个六号单位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一进来呢 它就是一个楼 OK 这边上来呢 我自己 我们先看一下厨房 大概就这样 有个小呆 然后呢 这个 它的院子比较 privacy 因为什么呢 后面 它没有人 只有 只有右边有邻居 后面房子基本上也看不见 有这棵树 所以这个院子 privacy不错 那么再转过来 这边就是 dining area OK 然后我们过来看 这边是一个浴室 pod room 小小的吸水池 这个就是living area 挺不错的 这个是一个店 它是有暖的 暖风可以吹出来的 好 我们到上面看一下 这边呢 上面是三个房间 这是其中的引擎 这是另外一间 它呢 做了办公室 是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浴室 这边是 master room 这是 master room 的一个淋浴 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看了里面外面 这个房子不错的 三房 1391平方尺 距离sky train 又特别近 着陆都可以走到 所以呢 那位朋友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联系我 这个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加我的微信 这样比较方便联系 那我也可以帮大家 越看这个房子 或者您对这个区 或者 Flywood区有什么 想了解的方面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好吧 谢谢你 再见 我是Renny 兴趣是地产公司的经纪 我们下一次见 那边 如果有跌迹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是地产公司是地产公司 不是地产公司是地产公司的地产公司 但是就是地产公司是地产公司的地产公司 谢谢观看